都说十个师尊九个兽 为啥我家师尊不一样 甚至能让我为他弹下龙蛋 上辈子我被众仙污蔑陷害为魔凶 连我最敬爱的师尊都不信 认为我顽固不化品性恶劣 大义猎青把我丢进炼丹里 如今重活一世 我不再奢求师尊的宠爱 但为什么事情的走向变得越来越奇怪 再次睁眼我竟然重回月龙门的那一天 我明穷天 本是东海的一条灵 不知何时开了灵智修炼成人 随着我的逐渐强大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受尽折磨 听说越过龙门就能化身为龙变得更强 如今想起上辈子的经历 当龙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当鲤鱼逍遥 但弃我者必百倍奉还 我以为东海的龙族又要再添一远 结果是条杂鱼 你们俩废物有完没完 放肆 只要我一句 你别想尽龙族 话未说完就被我砍掉一只手 黑毛冲过来想替同伴报仇 却被我一脚踢倒在地 我提前想要一刀两截他 红毛抓住我的组 你不能杀他 也对 我不能杀你了 他不喜欢我杀人 惹他不高兴 不肯收我为徒就不好 师尊快来吧 徒儿在这等你 连针新军宫殿内 一名白发美男子正在下棋 奴仆慌慌张张地闯进殿内大喊道 新军大人 东海出了条恶龙 预定令您解决一些 新军刚到东海便看见穷天在打 大胆恶龙 你重伤多名北海龙族 还以下犯上 可知犯下多大罪灭 接着便要结议 看到阔别已久的师尊 我立马抱了上去 你们以为我是想他了 其实是因为师尊手印太厉害了 我挡住 但他有人弱点 就是不喜欢与他人触碰 我趁机发动狂仙千 将我与他绑在一起 我仰慕新军已久 想要和你亲近亲近 你阻止我结议 连我的法术也调查新军 你在图谋什么 我想当你的徒弟 师尊大人 荒唐 一个没站稳我们直直地摔在地上 新军大人不答应我 就只能和我待着 放肆 这辈子我明明厉害多 把那些欺辱我的人教训你 为何他反而不收我为徒 放开我 不然送你上展龙台 听闻此话的我愣住 他又想杀我 我大喝荡 休想 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 执迷不悟 说着他便咬破嘴唇 把鲜血渡给我 第一次见面师尊就咬破嘴唇 把鲜血渡给我 干我给他生龙蛋 不听就对我一直念咒语 我气不过 对着他肩膀咬力 上辈子我被众仙污蔑陷害为魔凶 连我最敬爱的师尊都不信 如今重活一世 我不再奢求师尊的爱 只想报复上辈子 欺我如稳 再次见面 我用捆仙签 把我和师尊捆在一起 逼迫他收我为徒 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疑问 最后我被师尊带到玉帝面前 这恶龙在北海作乱 请玉帝让本王处置 我吃笑道 脑子里只想些阴粉招数 怪不得打不过 本座有一事上乘 此刻的北海敬念 那些龙子正在欺负我的子民 而这一幕正好被新军用水天境 呈现在众人面前 老龙王连忙说道 我自会教训这两个不成器的家 但他们镇守水域多年 令要挟不敢作恶 是不争的事实 放屁 他们横行霸道也算攻击 老龙王见事情败露就想杀我 关键时刻却被师尊拦下 既然北海容不下他 那我就收下 我连正新军玉衡经收北海 穷天为主 接着我被带回宫殿完成了败事 我转过身来难道 你终究是不明的 上辈子我被师尊说为弟子 原本以为东海的那些恶龙会流伏 可等我回到家乡只看见师善变 这辈子我不能重蹈 这一定要回去 而我不惊讨的后果就是被师尊拔了起 生死有命 你不能顾着他们一辈子 接着就留我在这独自残下 偶然间看见地上的蚂蚁 掉过水流的蚂蚁能安全到家 可非要从水中穿过去的蚂蚁 却不够用死 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大喊道 师尊徒儿知错 可知哪里错 我不待伍医师尊冲动行事 你先回去休息 接着便解开了捆住我的蚁蚁 夜晚我用凡间的膏盆 废入了他们的小童 下东海用云星单设计 杀死了那两条恶龙 外人指着他们去青楼寻翻坐落 最后争风吃醋互相斩杀 第二日 他们小童正在家中看书吃膏 一个男童突然闯了进 并且注意到他藏在身后的膏盆 这可不是天界的膏盆 你竟敢偷偷下死 我没有 我只是让穷天大人下去 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 我要跟师父说了 不要告诉师父 那你就得听话 竹林里一个白发男子被对立 你说的都是真的 是这样吗 是 是的 那就说通了 我那两个表弟虽然愚蠢 但不至于做出为个妓子不相残杀的仇事 穷天妈 那两个蠢才在该死 也轮不到你来践踏我熬尸的尊严 此刻的我正在和师尊下棋 而我已经输了十万零八千次 师尊您放过我 我真的不是下棋的脸 既然不喜欢那也去读经炼子 我立马做好 我觉得下棋还是挺有意思 增长学问磨练心智才能吸得天地之道 以水族来说 能写出名字已经是顶有学问 而师尊回应你的就是一个冷华宝 这是小童前来吞到 北海龙太子前来求见 都说十个师尊九个兽 为啥我家师尊不一样 甚至能让我为他诞下龙蛋 昨夜我刚设计杀死了东海的两条恶龙 今日龙太子就找上门来 师尊挡在我的面前 不知龙太子此次前来有何刺激 足弟昨日逝时 他们与贵徒穷天有些嫌弃 贵徒昨日私自下凡未免也太过巧 你的意思是穷天杀了你的弟 这位小门童可以作证 是他协助令途下凡的 师尊望向我 你当真执迷不误 私自下凡杀害了两位龙子 我望向师尊故作为去导 师尊我的确私自下凡 但可没杀害他们 那你下凡所为何事 本来我是想等到师尊生辰 但只能提前献上 这是人间的冷暖玉妻子 我看师尊的妻子有些磨损 就想着找最好的妻子 想不到竟惹出如此麻烦 师尊叹了一口气 对龙太子说道 我徒儿本性顽固但不坏 看他这一片孝心 并不敢努力我的教会 那新军士不让我带他回去 恕我不能把穷天交出去 东海的人是别我说不出的高兴 看着摆到回府的龙太子 师尊突然说道 你真厉害竟然知道 我的生辰是何时 连我都不知道呢 听闻此话的我愣住 也是 师尊与星宿同生又怎会知道生辰是何日 夜晚突然听到敲门声 看门小童对我道别 对不起穷天大人 我不该出卖你 师父要把我赶下法 我于心不忍拿出一张灵帖 也是我害了你 若你需要帮忙可拿着我的灵帖 第二日 师尊正在讲课我听得极其认真 穷天你在听吗 我立马做直到 当然在听 师尊你说的侦探娘的有道理 这顿操作直接把师尊气黑了脸转身就走 突然我收到看门小童的信息 约我在此时于南竹林见面 而竹林里早就埋伏好了一群人 看这架是我拍了拍手 真是一出好戏 有什么就冲我来的 龙太子走到我的面前 杀了我徒弟 这笔账可不好算 命就一条有本事就来呢 但他突然捧起我的脸 这里有谁能当北海修罗的敌手 我一把拍开他的手 那你想怎样 龙太子突然凑近并用舌头舔了舔我的脸颊 不是我想怎样 是你能让我怎样 你舍了我熬尸的尊严 就拿你这身奥骨来还吧 昨夜我刚设计杀死了东海的两条恶骨 今日龙太子就找上门来 龙太子突然凑近并用舌头舔了舔我的脸颊 你舍了我熬尸的尊严 就拿你这身奥骨来还吧 接着便抬手画出冰墙把众人隔绝在外 听着里面别样的声音 众人纷纷感叹 想不到龙太子还好这口 可冰墙突然炸立 我抱起小虫冲出重温 真是活久了什么都能见得 龙太子吐出一口82年的陈年老训 随后看向我说道 不愧是我看中的你 你脑子坏了吧 感激于本大爷我让你后悔活在世上 连真新军宫店内 老龙王气冲冲地说道 新军你说过会好好管教令组 但今日他就重伤我 对 人是我打了 你该问问你家变态儿子为何被打 老龙王一把拽过我的衣袖 聂处 你还敢含血喷人 你家好儿子特地抓人来威胁 让我和他插插 我没废了他已经很给你面子 听闻此话老龙王红着脸便紧 你别泼我家脏水 有本事拿出证据 我又没让他得逞 就算被干我又不是母 不能给你生个蛋证 臭小子 本王要把你撕了 师尊立马隔开两年 龙王大人得罪了 但此事极为复杂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老龙王宁了宁神 随后转身离去 那我就等新军的交代 你大听广众下说话也太不堪弱了 是他干的不堪 我只是陈诉事实 但师尊却让我去天道书院学规矩 我气不过 大负道 明明不是我的错 难不成你要让我给 话未说完就给师尊打电 我转身就走 去就去 不用对着你再好不过 北海宫殿内 老龙王阴沉着礼 廉真那个混蛋 简直没把本王放在眼里 可怜我孩儿 别以为你把那念处 送进天道书院 我便不再追究 都说十个师尊九个兽 你猜师尊是公还是兽 金月一早七仙女 就围着我对我上下击声 腰好窄 闻眼好翘 我正脱束缚 躲在师尊身后 这是在干什么 玉帝千年大寿将至 七仙女是来给你做衣服的 看着一旁不停招呼我的仙女 我连忙拒绝 我不要我不要 任凭他们怎么拉我都不放手 师尊看像挂在自己身上的原型挂件 无奈说道 我来吧 肩宽二尺一 纷宽一尺四 听闻此话的我小脸一鼓 七仙女纷纷感叹收个徒弟好好 次日师尊盛装出席 连头发丝都透露着帅气 而我则穿着无比省不了的衣服扭捏着出席 要光兴君来找师尊 一低头便看见袒露的胸肌 对师尊说道 原来你耗这口 可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师尊挡在我面前 熊天 你先去拿药献给玉帝的鹤里 我找到小仙头 但他却告诉我鹤里被抢走 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抢我们连真兴君店的东西 刚回到座位就看见老龙王拿出流光杯 原来是他搞的鬼 老龙王阴险地说道 难不成你们没准备鹤里 我坏笑道 谁说我们没准备鹤里 玉帝看向我们 你们两手空空 难道鹤里是隐形的 我准备了一场表演给玉帝助手 我和北海龙王的较量够精彩吗 玉帝一听果然来了兴趣 我走到龙王面前 龙王大人请赐脚 我无比自信能一拳砸爆他的龙头 但看到龙王手中的戒指我却愣走 在之后的打斗中我频频失手 被他一掌拍飞在地 师尊不解道 你为何对他留守 谁会对这老贼留守 他手上的戒指里困着寻 你要认输吗 绝不 我当你兄弟这么久了 看一眼法器真身都不行 随后拿出一本书地给他 我给你带来了好东西 回去跟你家徒弟慢慢看 大家看这书明懂得都懂 寿宴结束后我便跟上老龙王 龙卓尔王子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你是在找这个吗 世间有位灵样 只要服下不论男女都能开花结果 他能让痛恨妖精的道士诞下服妖 从此放下对金怪的偏见 也能成为穷天和师尊情感的助推戒 为之后生下龙蛋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间来了个红毛倒是无比痛痛妖妖怪 只要遇到金怪都会将其斩杀 我替徐儿道仇救下差点被杀死的小狐狸 在回城路上碰见了在酒楼喝酒的胡十二 以及陪同的二王子 众人来到道士家中 道士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更加痛恨金怪 十二兄不是一直在找纯阳之体 繁衍子嗣吗 这倒是一头红毛 必是纯阳之体 我这有一孕灵丹 服下不论男女都能开花结果 胡十二心念一动 随后说道 那便谢过奥兄了 我于心不忍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他生平最恨妖怪 那就让他淡下狐妖 之后看在孩子的份上 也会给金怪留几分情练 此刻的我并不知道 这丹药有一天会用在我身上 道士一回头便发现 房间内多了个陌生男人 我将是道长此生最重要的人 道长提见就看 却被胡十二轻松躲过 道长好熏哦 吓到人家了 随后一把捏住道长 吓了把丹药喂了下去 道长还想再挣扎 对着他喷出一把火 胡十二不禁感叹 道长你可真火了 不过春宵苦短 道长还是省点力气 之后我和二王子一起喝酒 光喝酒没意思 不如我们一起玩游戏 我顿时来了兴趣 好啊 来来来 输了的人就要吃一颗变形丹 在一个时辰内会变成任意一种动物 我觉得非常有趣 想都不想再答应你 第一轮我就输了 吃下变形丹化成一只小豹子 我十分不服气 再来再来 毫不意外第二局我又输了 可吃下变形丹后我还是豹子 二王子一脸阴险地看着我 刚刚吃下的可不是变形丹 而是运灵丹 我浑身难受瘫倒在地 荀儿 快带我走 可认我如何呼喊荀儿都一动不动 二王子抱起我 上天下地救我王兄会心心念着你 我拼命挣扎但仍无济于事 他把我带到一间厢房 此刻的龙太子正在看书 他把我递到龙太子手上 我张嘴就有 可龙铃坚硬无比搁斗我一吐 我仍不相信荀儿会被判我 当时为救荀儿碰到了二王子 他二话不说就把戒指交给我 我还以为他是一朵刚正不恶的白莲花 我捏碎戒指把荀儿救出 带他去宫殿疗伤 不听世尊的阻拦长红毛倒是报仇 荀儿是不会被判我 一定是你们用什么法子威胁他 天地间最难莫过一个情字 你中手足之情 而他中的是结发之情 相反外 你说的是我已经办到 把黄魂丹给我 二王子一脸不屑 你三番五次劝穷天回天界 差点破坏我的技术 你这是要反悔 看你和我王兄都是痴情人的份上就给你了 荀儿接过丹药后转身就走 人间房屋内 他把丹药喂给一名男子 男人逐渐苏醒 然后他们接了动 我要出去一趟 等我回来 以后我们一直在一起 男人出声询问 娘子你要去哪儿 就一会儿 你别担心 殊不知这一笑回眸却成了黄梁一门 我不会出卖你的 从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认定你 我一阵无语 那关我什么事 你陷害我还有脸说 时间到了我突然变回人形 眼看龙太子离我越来越近 荀儿突然从背后出现 但能力有限被龙太子一掌推开 荀儿再次起身向龙太子袭来 趁其不备用指甲划伤了龙太子的肩膀 龙太子浑身肃软跌倒在地 荀儿扛起我往外逃去 我不禁问道 为了那人值得呢 自大王离开天界后 我就带领大家离开北海 途中我就下一名男子 伪装成人类女子照顾他 两人相恋欲备成亲 但他还是发现了我是水晶 怕我谋害他 尽早修到人来抓我 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我 为了护住我受了致命伤 我把他的魂魄封在他体内 听说东海龙宫收藏了 七死回生的黄魂丹 我冒险到宝却被二王子抓住 所以从那个指环开始 一切都是个局 大王对不起 眼看荀儿眼泪落下 我连忙安慰道 你别哭了 你最后还是回来了 是我笨才会被那混蛋骗 但二王子到现在还没追出来 是你做了手脚 荀儿拉住我说的 我让小娇引开了 一时三刻回不了 大王你快回天界吧 那你怎么办 等大王走后 我马上带着羽龙离开这 我没多想嘱咐他也赶紧离开 就拼尽全力化身为龙 向天界飞去 丝毫未注意到身后的荀儿嘴角落去 一脸温柔地向我道比 大王 你要好好的 我离开后 虾兵蟹将突然感到把荀儿围了紧 是我小看你 竟然用上了毒油 不过你如此修为 即使只涂在指甲上毒性 也绝非你能抵挡 死得其所有何妨 最后一丝气息在生命消逝之际 化作点点星光 永恒闪耀于苍穹之间 外面下起了大雨 众人纷纷往家里 一名男子撑伞独立与众 等待那个迟迟未归的人 世间有味灵药 只要服下不论男女都能开花结果 他能让痛恨妖精的道士淡下狐妖 从此放下对精怪的偏见 也能成为穷天和世尊情感的助推进 为之后生下龙蛋打下坚实的基础 失了御名单的我拼令飞往天际 世尊用法力帮我恢复原则 我一把抱着 世尊救我 我好难受 世尊扶起我 别怕 为师一定救你 躺在床上的我浑身难受 怎么躺都不说 世尊抚摸我的额头 我一把推开他 别碰我 你可是吃了什么补 我起身凑近小僧说道 御名单 但世尊耳朵不好使 什么 你说清楚 我豁出去大喝道 御名单 嗯 没听过 带我去问太上老君 他可能有解药 眼看世尊要走我立马抱住他 不要 我宁愿死也不愿让人知道 放心 我不会提起你的 随后他便用法器把我捆了前 这药很邪门是成因之物 只能用摇池之水火龙之血 破其药效 但药性太强不发泄出来 忠实不行 兴君为何有此疑问 书上提及此药 我好奇而已 太上老君不禁感叹 兴君果然好凶 为了避免徒弟丢面 世尊只能自己退了 不惜灼伤双手 等世尊回来使我已无力 吃下解药后我抱住世尊 世尊我错了 我该听你的凡事三思而行 不该得意忘心 世尊摸了摸我的脑袋 柔声说道 不怪你 虽然吃下了解药 但我仍浑身难受 只能划伤自己的一书解 世尊立马读住我自残的行为 慌乱之间一本书掉在地上 世尊捡起一看 瞬间红了脸 简直荒唐 但看向一直说难受的我 世尊当即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决定 第二天一早 我气势汹汹的准备出门寻找 世尊叫住我 你忘了那时的话吗 你说你以后凡事会三思后醒 想起昨夜的种种 我停下脚步 回房超三百天清心诀 是 世尊 我走后世尊徒手捏到了杯 微风四起吹动的又何止一人心血 夜晚我拿着超好的经书去找世尊 在心中暗暗发誓 不管世尊之后如何骂我我都担着 毕竟世尊不喜人触况 他一定难受了好久 可以来便得知世尊已经闭关的消息 还嘱咐我在此期间不要惹是生非 我不禁吐槽 又没占你多大便宜 有必要躲着我吗 突然想到世尊的手好像受伤了 我找到太上老君 他告诉我南方天界有一处百花园 里面的花路可以置一切火上 不过此处有长生大地的一双女儿 地位尊贵极难求取 我来到百花园 刚准备采摘花路就被树桶袭击 我越深躲过又被两条红布堡 何妨小贼 竟敢擅闯百花园 打斗间 一副发轴从他身上掉落 打开一看竟然是东海二王子 你敢相信这个人高马大身材魁梧的壮士 其实是位公主 而他的驸马正是东海二王子 这桩婚事是由我一手策划 我可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 如果强扭得瓜不甜 那一定不是我扭的 我来百花园采花路 意外撞破公主喜欢二王子的秘密 我没想到敖蓉这种人还有人喜 不卷侮辱二殿下 二殿下他松队偏偏偏 台华逢日起容女人低 此刻我只想说大姐你眼睛没问题 可惜他眼中只有姐姐 我长成这样 又怎入得了他的法院 不然我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海 若我能让他娶你 你能给我花路吗 他立马抓住我的手 真的吗 北海宫殿内 二王子收到一张邀请函 百花公主今夜要举办百花宴 不愚会就看见二王子前来赴宴 我听你的 求姐姐办了百花宴 如果失败了要你好看 我勾起嘴角 放心 保证没问题 接着我就假扮成百花公主去赴宴 公主我仰慕你很久 想不到你竟如我心意相合 我不做羞涩扑进他的怀宴 留下一块手帕就连猫 不愚会二王子就跟着来了香 不过公主腰身有如此健康吗 胸膛怎如此结实 待看清来人二王子的毛头杖 慌慌张张地从房间跑出 我提见蓝下的 民贼竟敢夜闯公主归宝 周围的冰侧也很痛心 屋内传来哭泣声 我没脸见人 我不活了 众人纷纷斥责二王子做事不必的 也想不到二殿下口味这么多 二王子拿出手 各位这分明是个圈套 突然百花公主驾到 他二话不说就给了小公主一巴掌 让你不懂自爱 这都是我小妹的错 二王子顿时喜笑颜开 难得公主声名大义 但谁敢使乱终气 辜负我唯一的想法 那就是我不供戴天的仇人 明明是你给我的手卷 上面还写着你 你别胡说 那是我小妹的闺女 二王子顿时留下了 他意识到这是一场阴谋 在辩解也是拖了 于是转身就跑 却被我抓住踩在脚下 你今天如果不去迎娶公主 那就去脱脱 二王子偷偷蓄力挣脱了我 东海龙根内 老龙王一掌开在桌子上 又是穷天 又来害我孩儿 现在也只能找他帮忙了 此刻的我正在找寻二王子的攻击 二王子突然从背后出现 显得偷袭 却被我反手牵制 不娶公主 那就娶阳王爷的女儿 突然一根铁链向我先 关键时刻被师尊的符咒挡住 巨门新君只能收手 此时百花公主也感到 熬龙你当真要使乱中气 老龙王还想辩解 却被百花公主打破 证据确凿 我小妹凌桀已失 按照天规 熬龙至少得被萧去掀击 老龙王一听 那怎么行 立马拍拍儿子的肩膀 儿啊 要不你还是从了吧 画面一转二人已结拜成亲 二王子留下了开心的泪水 我在一旁疯狂地补着 此刻我觉得我简直是个大善人 一出门便看见师尊在等我 我闭关前交代过什么 我一把拉过他的手 丝毫没注意到师尊威红的脸颊 我把露水倒在他手上 让我别惹是生非 我也没想到巨门会为他们触碰 但你还是来了 师尊扭过头 回去给我抄三百天清新诀 什么 又要抄